这个地方有一位同学问道 他说他在公司里面担任很重要的工作 有时候为了争取一些利益 会做一些违背佛的事情 我心里有时候很矛盾 这些是否会影响我的修行 我想他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同修有类似的 首先我们要懂得修行两个字的意义 行是行为 包括我们的思想 静静言语造作 行为有了错误 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这个叫做修行 这个意思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细的记住 真正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心动念之处 行为 总的来说 不外乎三大内 一个是善的行为 一个是我的行为 另外一种非善非善非我 佛家讲无忌的行为 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我 那么最重要的 把这个我的行为修正变成善的行为 这是真正叫修行 可是善跟我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不知道 善我实在讲 没有一定的标准 我们仔细去观察 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标准不一样 古人跟金人的标准不一样 甚至于我们在一生过程当中 儿童跟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 年轻人跟老年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标准太多太多了 可是标准不管怎么多 佛法里头有一个绝对标准 只要能够与绝对标准相应 那你就没有错 这个绝对标准是怎么说法呢 凡是为私就是无 凡是为众生就是善 记住这个标准 那想想 我们这个净土宗 过去永明言寿大司 这是我们净宗的六祖 净土宗第六代作死 他在没有出家之前 他是个公务员 管了这个税收里面的绰纳 做这个工作 他常常偷盗 国家的公款 拿去放生 那么这个偷盗 国家公款 这个行为不善 是我 可是他拿去救护众生的生命 这个是善 他不是为自己 不但不是为自己 他知道这是犯法的行为 他不是不知道 如果这个事情 要被戒罚 被追究 他是死刑 他自己愿意 接受法律的制裁 换句话说 愿意接受死刑 他要救和 许许多多的众生 我们从他这个心 从他这个行为 里面去观察 去学习 真的是学习为人 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 这是大善 所以诸位要晓得 善我并没有标准 你看到他做卧室 我们是凡夫 不知道他的用心 没有看到他的后果 因此 我们对做卧的人 也不可以轻易批评 为什么呢 不知道他的动机 也许他的动机是纯事 我们要是卧异 去毁谤他了 那我们就冤枉了好人 所以六足大师 在谈经里面教给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经验时间过 世间这些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能把他放在心上 真有智慧 真有神通的人 他清楚 他明白 我们反复不了解 去反复很容易造业 道理也都在此地 那么我们今天 为了要争取利益 利益是应当争取的 我们这个利益 拿来做什么 你经营一个公司 您是经商 在佛法里面 有不少商主菩萨 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从事于这个行业 那经商当然要转钱 赚的钱不是自己享受 赚的钱是帮助社会 帮助苦难众生 那你的做法就对了 你这是菩萨的做法 那修行 把我们自私自利 贪图世间五欲六成享受 这个念头 改变 为牺牲奉献 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 这叫真修行 无论在哪个地区 无论在哪个时代 洪发地生 不能离开 金钱 没有钱 不能办事 钱是要的 但是钱不要用在自己享受上 就对了 自己的生活 能够借进 修集的功德 真的是 赠福 赠慧 世间一般人家 求富贵 求长寿 你决定可以得到 最健康的生活 是最借鉴的生活 这个我们看的太多了 最近 我在澳洲 看到一批老人 乡下的老龙 七八十岁 跟我见面差不多都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身体健康 还要学佛法 我问他 你姓什么叫 基督教徒 虔诚的基督教徒 来听我讲佛法 听得很欢喜 问我要书 问我要资料 他们很想学习 我们很受感动 所以这是 世间真正有佛德的人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 这样子 你就晓得 不会影响修行 这个修行 简单的说 就是 转悟为善 转力为悟 转凡尘身 我们走的是佛菩萨的道路 佛菩萨在今天这个环境里 就是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 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